好 這個娛樂圈的消息要跟大家趕快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公布了第58屆金鐘獎的入圍名單 我們中天的節目 吳宗憲跟這個吳山儒主持的小明星大跟班 入圍了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談話性綜藝節目的小明星大跟班 是由憲哥還有Sandy共同主持 那2022年其實Sandy有懷孕生產回歸主持之後 馬上就入圍第58屆金鐘獎的喜訊 事實上我們節目也曾經入圍過金鐘獎三次提名 那他們兩個人是在2016年已經拿下過這個綜藝節目主持人獎了 那憲哥是說知道入圍的喜訊之後 他說他自己真是模範勞工 感謝評審說他們可以拿獎 不過說到今年的金鐘獎 可能有些人你會看不到我 因為之前MeToo的問題 像是黃紫椒啦 還有這個炎雅倫啦 都沒有辦法看到 那當然大家也就問這個憲哥說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次黃紫椒沒有入圍少了一個勁敵 那憲哥就說不會啦 這個好朋友依舊在我的內心世界 永遠都是充滿感謝的 只是因為這些涉入MeToo爭議的人 可能就入圍金鐘獎好像也不太好 另外就是在這個男女演員的部分 呼聲非常高的烏康仁 果然不負眾望 以模仿範裡面的這個角色 入圍了最佳男主角 其實他拿過一大堆金鐘獎 有這個金鐘迷你影帝 迷你巨集男配角男主角 通通都拿過了 但是他這是死亡之族 因為跟他一起競爭的 還有就是模仿泛那個演得很變態主播的那個搖唇耀 然後還有呢金鐘獎這一次就是那個暴走女醫生 蔡淑貞他也入圍了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戲 還有這個徐韋寧的他和他的他也入圍了 徐韋寧也入圍了 哇好精彩好多明星喔 今年的金鐘獎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期待